所以剛剛的程式碼雲端白板上面 其實這邊也只是說你們可能 第27頁的地方 那只是說路徑可能要改動一下 那還有一個地方可能要特別小心 你們有沒有發現 在我的程式裡面 這邊的地方 這邊的話你會發現 如果我今天假如是 這個後面假設是 一個串列裡面的哪一個 那你有沒有發現 前面的斜線有沒有 反斜線 記得如果你假設 就是後面還會去串別的變數的話 那這個地方我有試過 因為我假設這樣子他就出錯了 因為你有去串接的話 尾巴那個就一定要適用拖曳致緣 這個可能比較特殊 所以可能要記一下 所以你會想 為什麼老師你尾巴 可是剛好沒有同學問到 那這個地方稍微提一下 那這個地方稍微提一下 因為如果你尾巴那個 會跟另外一個自串串接的話 那你就必須把它用拖曳致緣的方式 OK 這個比較特殊啦 所以稍微講一下 那另外的話我剛好提到 就是OS.work 這個方法我為什麼知道說 它回傳會有三個 然後為什麼它回傳的第三個 剛好就是我們要的 那實際上呢 以後你們要查相關的模組的什麼方法 其實第一手資料都在Python的官網上都有啦 早期只有英文版 不過現在的話理論上應該 就比較friendly 你可以Google查Python 有沒有 Google的地方查Python 然後進來這邊 而且上面都有 Documentation就是它的文件 那這個文件裡面的話 如果我要查所有的這個韓式庫 所有的韓式庫像OS 就是韓式庫裡面的模組 模組其實就含Library的其中一個部分 所以它有非常多類似像OS 像這樣的模組 放在Library裡面 如果已經幫你下載的 這個其實是內建的Library 已經OK了 那其實還有外部的 外部那邊你要額外安裝 所以如果你想知道 Reference就是參考資料啦 所以如果你想知道參考資料 你點擊進來 這邊就會有 你其實可以怎麼樣 先切到繁體中文 不過我們剛剛有試過 好像那個繁體中文 只有前面這些好像還是繁體中文的 其實它也有列一些東西有沒有 它甚至它這有點像一個電子書啦 所以你如果想要徹底學習的話 這邊都有嘛 另一件型別有沒有 最多的就是像什麼呢 這個INT Float 這邊還有複數啦 所以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可以再去瞭解 那我只是舉最常被用到的 其他不常被用到的我就沒有講到 所以還有很多其他的 甚至還有一些比如說跟字串有關的相關的方法 這邊一堆有沒有 所以如果你假設想要徹底了解這邊就是非常 像檔案處理這邊也有 那其中OS在哪裡 我看在這裡有沒有這邊有個OS 有沒有這邊就一堆 所以OS裡面能做什麼 這邊都有詳細的說明 但是這樣爬 OK 要花一點時間 那如果你假設沒那麼多時間 你可以快速搜尋OS.work 然後按一下前往吧 Enter也可以 然後跟你講說 你這個說明在這邊 它在OS這邊底下 那就會有一系列的相關說明跑出來 那其中的話會跟你講說 這個OS.work 它後面可以帶什麼樣的參數 然後相關的說明在底下 那可能要花一點 甚至還有一些Sample 所以其實我主要是 其實有時候網路上Google 不過後來發現好像其實不合我用 而且寫了一大堆 最後乾脆自己Try一下 喔原來Try的時候很簡單 把那個它丟回來的東西 我把它Print了出來 喔原來是個串列 那就是我要的就OK了 那至於其他的 我不需要知道 暫時不知道也沒關係啦 OK 因為 因為我們學習程式不是說 你什麼東西都完完徹底了解之後 才開始寫程式 那你沒有寫程式的一天 反正你有多少 你可以先去試著做做看 然後如果不夠的 你再去查就好了 所以就像這東西 有點像是使用手冊吧 有沒有 就像你們家買了很多電器產品 但是那個說明書很厚一本 你說說實在沒有人那麼用功 把它每一頁每一頁都翻吧 你需要再翻一下查說 你到底那個功能怎麼使用就好了 類似的概念 好 那所以這個地方我們完成之後 接下來的話 我們再回到剛剛第二個部分 那第一個我們已經合併了 所以你可以在根目的底下 找到我們要的這些東西 叫O.TAT 再來的話我有個需求 我希望乾脆一不做二不修 再來幫我把除了O以外的檔案都刪掉 OK 所以如果要刪除檔案我剛剛有提到 我們可以用什麼 用那個REMOO 在OS裡面剛好看到一個方法 叫做REMOO的REMOO REMOO就是... 所以REMOO的話後面就是空一格給它的路徑 然後給它檔案名跟副檔名 但是我有25個檔案要刪 所以一樣要跑個回圈 把它通通刪掉 所以你可以在這個MOO裡面 除了O.TAT以外 O.TAT不能刪之外 其他都幫我刪掉 所以我們是不是可以有個方法 怎麼方法 一樣告訴它這個路徑 所以它會給我本來是25個 現在變成26個 多一個O.TAT 那我可以裡面寫一個邏輯 如果它的檔名 假如不是O.TAT的話 那就幫我刪掉 所以喔 就是... 寫法它可以直接拿 所以喔 再來你們想想看 如果我想要 或者把那個根木木底下的 除了O.TAT刪掉 保留之外 其他刪掉的話 那怎麼寫 其實應該可以這樣 應該可以拿這個來copy吧 有沒有 一樣嘛 那它一樣把裡面 本來是25個 List現在變26個 那底下的話 就是多一個邏輯判斷 if 如果檔名 如果它不是 不等於O.TAT的話 那就幫我履目掉 怎麼寫 試試看好了 所以後面再加兩行 應該就OK了 理論上我們會希望說把它移掉 然後呢 再把它做 這個...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呢 我們就是... 把25個檔案 全部合併完之後 那我希望把它全部刪掉 這邊多一個 然後呢 刪完之後的話呢 它就是... 不過我剛剛試了一下 你們不知道有沒有類似的問題 好像刪除它不斷重複出現說 它找不到檔案的問題 這個等一下再看好了 所以我剛剛試了一下 就是說... 我把它放在不同路徑 比如說O.TAT 就不要把它放裡面 那就把全部檔案刪掉 這個應該是沒問題 所以也就是我剛剛改了一下 不過... 等一下看能不能改成... 就是剛剛講的 我剛剛又把它改了一下 就是... 我合併的話呢 是另外把它放在download 不放在這個目錄底下 然後把舊的刪除掉 OK 那刪除的話 其實最重要就是利用那個remove always.remove的方法 把它一個一個把它刪掉 OK 然後執行完之後呢 當然我們就是... 可以看到 這個... remove... download部分 一直出現這種... 找到檔案路徑的問題 看download... 全省遊戲地址 還是... 東西還在 那O.TSD是OK的 這個目錄底下 一樣就是說 如果要刪除的話 一樣就是把... 這些路徑呢 通通都找到 檔案... 檔名通通找到之後啊 然後再針對它的根目底下 去把它做always.remove 那我畫面這樣 那我畫面這樣 因為可能我在猜啦 應該是那個Windows 11的版本 它那個權限又做了嚴格的... 因為它其實蠻擔心 我在想說 因為如果假設always.remove 這麼萬用 會不會有一天呢 突然有人寫一個... 程式 然後叫always.remove 然後C... 然後C... 斜線Windows 或者C... 斜線Windows 斜線 斜線 System3.2 如果可以remove 那不得了 那你的系統呢 直接就沒辦法開機了 因為那都是系統檔 所以我在猜啦 剛剛不能run的主要原因 應該跟這有點關係 但還是要踹踹看 因為我剛剛評價出來 路徑沒錯 為什麼都不能remove掉 所以假如你們練習的時候 可能放在C疊以外的磁疊 我想應該這個問題 因為之前我們練習在D疊啦 那就沒有發生這個剛剛的問題 那現在就... 這個可能在... 在了解一下 還是... 抽的訊息會不會怪怪 你四個反隔性 對啊 這個路徑... 那這樣把最後那兩個變成... 這個我剛剛有發現 可是... 這個可能... 因為我print了出來 看到的結果好像... 他的主要訊息是說 Not Search... File Not Found 也就是他找不到檔案 欸... 這個... 這個再看看好了 對,他都... 他後面是有四個斜線啦 四個反斜線 我這邊兩個斜線是可以 兩個斜線是可以 我這邊是可以 所以... 我這邊也可以 接下來的話我們來看一下有關分割 那分割其實到底很簡單 就是我希望... 把原來的這個... 偶點TST 假設說啦 我們今天的需求是這樣 我希望... 我把那個... 就是偶點TST以外... 當然這個地方... remove部分我待會再... 假設我現在手動先刪掉了 假設剩下偶點TST 那我希望寫一個程式... 他可以快速的幫我把什麼... 把偶點TST又分割回... 原來的25個檔案 並且... 把它存檔到旁邊 OK... 存檔到旁邊喔 然後最後一樣啦 把偶點TST remove掉 也就恢復啦 所以其實就是另外喔 所以特別注意... 這個... 這個程式的話是另外要新增一個模組 所以喔 我最後是把它存檔 一個叫合併 一個叫分割 然後我執行合併的話 就變偶點TST 然後我若執行分割的話呢 又恢復成25個檔案的狀態 所以兩邊可以互相切的啦 OK喔 那如果要分割的話呢 我大概先DEMO一下 給各位看一下 類似像這樣 他假設已經是偶點TST 那當我RUN它的時候 我可以... 我看一下... 這個應該沒問題 然後一樣喔 其實程式... 最多也是大概十行九行啦 最後其實... 大同小異 那主要哪一些地方 我先RUN一下 OK 不過我是擔心說 AWISDEM... 這個REMOVE 會不會還是一樣的問題 不過先RUN看好了 那我把它執行一下 反而這個OK 它可以單一個REMOVE 也沒有問題 所以可能是這個... 這個後面這個符號搞怪吧 好,那你可以看到喔 我已經RUN完之後 各位可以看到得到的結果 這個是OK的 可是他REMOVE 他這個沒有成功 他等於是這個檔還存在的 OK 不過這等一下再看看 REMO好像有點怪怪的 那我就是把這一個... 剛剛的O.TST 又分割回原來的25個檔案 這個地方怎麼做啦 好,首先的話當然我們會先 需要解決幾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我要怎麼分割它 O.TST 它一個很大的一個檔案 那如果我要把它分割成 原來一樣的那個樣子的話 那因為我剛剛不是預留伏筆 那個伏筆就是說 我在每個檔案的... 每一個合併的後面 都加兩個反斜線N 有沒有 其實這個就是可以發揮作用了 因為如果我加了這個東西之後 有沒有 那也就每個我要切割的地方 它其實就是按照這個當成分割符號 所以如果我用這個當分割符號的話 那我再利用之前教過的一個叫SPRIT方法 有沒有 SPRIT SPRIT就切割嘛 那我SPRIT的時候呢 我刮符裡面就放兩個 有沒有 兩個反斜線N的話 它就知道說 哦幫我切 所以切出來 三重的話就放在0 有沒有 然後中間下一個 中立就放在1 然後再下一個 可能南投就放在2 總共25個 所以0剛好到24吧 有沒有 OK 所以切完 所以關鍵的地方 就是這個東西啦 所以這個反斜線N兩個 其實有點像關鍵的Key啦 所以這個Key 所以我一直強調哦 你不能有別的地方 也有就是兩個換行 如果兩個換行 那就切割就失敗了 所以如果有這種狀況 你可能就是 可以可能要變成有 變三個 或者是說變成其他特殊符號 或者那個符號 不要讓人家知道 或者特殊 反正就不要重複就對了 然後你SPRIT的時候 就一定會成功 好 那SPRIT之後的話 它就變一個串列 所以剩下來就是 把這個串列的0 有沒有 把它讀出來 它就是一個文字 那我們再配合F等於Open Open然後把它用W模式 給它一個檔名 特別是有檔名 可是那個檔名要怎麼取 哇 這個是麻煩的地方 檔名我怎麼知道它叫三重 點TST 副檔名都固定啦 有沒有 那如果我要取那個三重這兩個字的話 那我剛好 剛好我看到一個固定規則 什麼規則 就是從這邊算過來 剛好就是第幾個字啊 算到這邊 三重這兩個字 剛好我看一下程式 剛好它的位置 我這邊有 剛好就是第16個字 跟第17個字 不過你想說老師你為什麼這邊寫那個15啊 因為它的所影值是從0開始 所以第一個字喔 編號為0 OK 所以呢 後來我算了一下 我算到這個3剛好第16個字 從剛好第17個字 所以將來它的所影值的話要減1啦 因為從0開始 所以剛好16、17 所以我就抓16、17這兩個字 然後把它串在那個檔名 後面再加上點TST 存檔這樣就OK了 應該可以理解吧 我後來發現這個規則OK 因為往下抓 看到那個中立 它的位置也一樣 然後底下南投 南投也一樣 所以後來我發現這個規則是可行的 不過未來 至於說 因為你們家遇到了 可能又不太一樣 你可能要自己去想一個方式 把那個規則找到 那你就可以很快 可以把檔案合併 又可以把它分割 所以最後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剛剛RUN的結果 把它在 剛剛這地方 這個履幕一直出現問題 所以我這個一樣在把它合併 合併應該沒問題 不過履幕待會我們再來看 合併OK 好它就合併 它一樣這個 合併完之後的結果 那理論上這個 我把它手動刪掉 如果要把它還原的話 我另外再起一個模組 所以我剛剛講到 第一個 我用那個f.read 先把它什麼 資料讀 把all.tc讀進來之後 後面其實你會發現 當然理論上可以再另外再起一行 不過有的時候 在python我覺得它有個優點 就是說你可以在這個方法 後面再串方法 你就不用再另外寫一行了 所以我就在讀進來的東西 後面再加一個.sprit 然後按照那個換行的部分 去切 切完之後就我剛剛講的 前面用一個list的意思去切 所以裡面就0到24 編號 第一個0的話就三重 然後分別把它的資料 你說老師為什麼你程式裡面0 豆點沒有寫上去 跟各位講 以後如果你遇到0豆點 是可以省略的 特別注意 所以以後如果你看到我沒有寫 表示是可以省略 但如果你看不習慣 你要加就加啦 不過有時候寫久了 你當然會想要少打一點東西 就少打 OK 所以第一個 第二個 第二個的話 你想說老師 那為什麼你要減1呢 減1的原因在哪裡 其實主要原因 是在這個資料有沒有 你會發現 因為我們在輸出資料的時候 這個地方有沒有 變成尾巴的地方 每一個每一個輸出都會換行 所以這邊也會反斜線n 反斜線n 所以假設切割的話 那這邊應該是24對不對 那下面會做一個25 25這個東西是空的 沒有東西 所以你把那個list的print出來 怎麼要多一個 因為我們之前 所以如果你假設要 將來不要多一個 不用減1的話 那你可能就是在前面 可能要先把它扣掉 如果你不扣掉 你就知道說將來會多一個 所以這邊的話 記得回圈的部分會減1 因為尾巴會有個空的 那再來就是說我要存檔 所以存檔的檔名 就是抓那個串列裡面的 第16個字 到第17個字 有沒有 你要說為什麼15 因為從0開始 這個沒辦法改變的 然後底下的話 就加一個點txt 然後這個地方就不用a模式 直接w模式 因為寫出去的話 就單一個檔 寫完之後就把它write 然後write write 所以總共25個檔 就分別被寫出去 最後再close就好了 你不要沒事 一邊寫一邊close 一邊寫 有點像浪費記憶體的存取時間 最後close就好了 ok 然後最後就把它remove 這個 那個 那個 那就完成分割了 只是說那個remove的部分 我們待會再看一下 是不是說那個c點 有一些限制 來 試試看好了